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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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視頻 山川風水講堂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楊宗茹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們錄影的時間 就是2022年的9月23日 大家都知道 大概應該十天 或者十鬆些日之前 我們俗稱的士頭婆 英國的女王 英女王 過世 也在稍早幾天 進行了國葬儀式 大家都會在不同的新聞 報道 都會見到 但原來我知道 一個英國的國葬 跟我們中國的命理 可能都有少少的關係 或者有些玄機在裡面 所以今集我就想特別請教你 究竟這些日子 和摘日有什麼關係 一般我們做風水 我們講天時地利去做 如果我們中國的風水 我們定過坐向 擇日子 扶龍寶山 上主 那些主人命 我們又不要迎衝他 要扶他的命 那個霧的坐向 很重要 但如果在外國來說 他們沒有這個風水 但他們都會有擇日 尤其是英國 趁這個機會 我們都要學一下 因為黃室 我們所知 他們本身有些天星的專家 一直跟著他們 集的日子 甚至英女王出生的日子 當然不是集一出 但是也有商量 所以在不同的網站 當然是英文的網站 才有 看回英女王的天星圖 他們會有一些天星師 去幫他們擇日子 現在這次是英女王的壯禮 所以我們在中間也要偷師 一來就拿一些例子出來 分享給大家 我們在玄學方面也要學 比較涉獵的東西 這次女王應該是 好像9月9日過世 她的角狀在9月19日舉行 這個角狀由早上做到夜晚 如果對應我們做摘日風水 幾個日子都重要 最重要的是落狀的日子 如果中國還有安卑的日子 如果按他們的日子 落狀的日子都重要 有一個象徵意義 是一個國王 國王落狀 他們都有天星師 照著我們所估計 她的日子 應該是9月19日 9月19日 但是儀式舉行是早上 一直到夜晚 去夜晚 我們坊間看的資料 就說她晚上7時半 和她的夫君 菲律申王 一起落狀 等於是我們的卒士 如果我看回她的日子 如果用回我們中國的 政策去看 譬如今年任人年 紀友 越害秉率 這些政策 四處 如果這樣看法 我就覺得 不是按照我們的法則 很多時候我們會 一起推桿 假設你的連命 或者扶龍寶山 是屬什麼五行的 所以我們日子會扶她 用一個五行去扶她 但是如果看回 這個政策架局 又不是很遲 當然 她不會用我們的中國政策 所以很合理 所以我們就看天星 他們用西洋天星 西洋天星 我們拿出來的天星圖 這裡就顯示了出來 一項目 你看回天星圖 其實紅色 其實綠色那些 其實那些叫吉善 所謂我們叫三合三合 好像現在我們學術數也是 身子神三合 人五率三合 其實三合對於我們的先聲 其實是最吉的角度 你看到他們很多綠色的三合善 在圖裏 其實這個日子選得不錯 還有一個象徵意義 如果我們看回英女王 她本身在網上都有 最重要是計名工 我們榴槤運程 早兩年都教大家 去查自己的名工 譬如說什麼 中夕出生 然後看時間 按時間就知道自己 在天星圖 東星點裡面的位置 是什麼名工 英女王出生的時間 查回天星圖 她是在那個 應該是那個 如果我們用工位來講 是醜工 醜那個應該是 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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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星來講 我們也都計過名主星 名主星是子丑相合 是土 化土 土星是英女王的名主星 是 如果你在 那個叫做 七正四如好 或者西洋天星好 很多論 我們說主星 土星 你看回天星圖 土星 其實跟英女王出生的時候 土星的位置 是差不多 因為她本身為何是為王 她有一個名主星 升上天頂 即是MC位很接近 即是在那個天頂 對應這個女王的位置 在那個 整個 天球的頂 證明她是尊貴 如果是她出生 都可以這樣解釋 現在她落狀的日子 她都是用土星在天頂 然後 兩宮 就是一個是金牛座 在那個東星點 那裡 西降 就是那個 卯宮 卯宮 就是天蠍座 其實這個 東西的平衡 就等於日出日落 就是地平點的看法 一個是東西宮 一個是金牛座 一個是天蠍座 其實是一個卯宮 一個有宮 其實都是等同於 東西的地平面 剛剛她選擇這個時間 7點半 就等於 中間的地平面 就是這兩個宮位之間 就等於是剛剛 就落山 就是等於是 太陽已經落了 看到太陽就在下面 在那個 如果我們的中位 近於5點的方向 這個就是太陽的位置 太陽位置已經落山 她應該是7點半 就落山 但是她的表現 是鋁王樂壯 就在那個 東西那兩個宮位 一個是 一個有宮 一個卯宮 在那個地平面 那裡下來 加上那個 土星在天頂 就等於是鋁王樂壯 那樣的象徵意義 加上她安排得不錯 就是全部都是很多 那個 三合位 證明她的星 互相是三合對照 這個吉的方位多 另外太陽 太陽也有過宮的位置 現在太陽應該在 矛宮 矛宮 矛宮應該是處女座 然後就進去 剛剛 那倒數 就快到神的宮位 即是天平座的宮位 其實這個等於是王位的交接 太陽等於是王位 王位的交接 總括來說 這個日子是簡單 以西洋天星來說 是 當然 如果你說 亦都 有些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你看到在圖那裡 有很多 這邊 尤其是 那個天星 有很多R那些圖 R R 就是代表是reverse 逆行 星體的逆行 就是代表那些星體是沒有力的 是沒有力的 那麼 如果那麼多星體是沒有力的話 就對於如 這個就沒得選擇 因為本身這段時間 很多星都是熱行的 如果是對應 他自己的皇室來說 也可以這麼說 他與皇室裡面的成員 其實這些星 就代表他們不同的宮位 不同的人員 是 是 相對是 相對沒有力的 哦 相對沒有力 就是越來越弱 是 另外還有一個突顯的地方 就是 你看到太陽 剛才說 在我們五點的位置 是 太陽 是 太陽旁邊的那顆 其實就是水星 是 有兩個耳朵 是 水星 也是 逆行 水星是逆行 我們有個說法 就是天星其中有個格局 叫水星靈日 是 就是水星靈 逆行 再加上跟太陽一起 太陽是沒有力的 哦 太陽沒有力 如果太陽沒有力的話 就代表什麼呢 叫王拳 是 但是這個時間 是沒有得選擇 因為現在這個水星 跟太陽在一起 差不多 都有半個月的時間 即是 他沒有理由再翻山再死 對不對 這是一個問題 現在不是說他 英女王 說英女王 就是土星 他已經代表了 天頂位 是最專屬的 是 他專門安排土星在頂上 但是這個太陽代表了黃衛 這個黃衛 不只是他 可能是戴諾愛查理斯 都是 哦 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黃衛 在太陽 和他的位置 就是一個水星和金星 一個水星和金星 圓咕嚕 在五點位置 夾著太陽 太陽就在中間 其實就是金水 你可以用金水相盤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黃拳 它不可以有東西阻礙它 加上是水星銀行 金星呢 幸好有沒有銀行 但是問題是 你金水一相叛 在太陽來講 太陽就變成無靈 是 那就是說 寓意了 如果按照體星 你當是占卜而言 那個太陽的黃拳 相對 零是弱了 弱了 弱了 OK 所以大家 透過今次這件事情 可以對命理 又了解多些 擇日 原來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 如果 例如生活上 有什麼大事情 都可以不妨 請教楊忠儒師傅的意見 好嗎 下一集 我們又講講其他話題 師傅 OK 好 拜拜